嗨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呢,是我开始录年度爱用系列的第一个视频 也就是香水 我特意挑选了我今年最喜欢的 使用频率最多的六瓶香水 来和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我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喷香水的人 因为一个味道可以代表一段记忆 或者代表一个人,就还蛮特别的 在视频开始之前,想说的是 香水毕竟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东西 我今天的体验和感想呢 可能和大家自己去亲身感受到的并不一样 所以如果大家有对某一个香水感兴趣的话 还是建议你们自己去靠贵闻一下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要分享的第一款香水呢,就是我的年度最最最爱 就是这瓶祖马龙的Nectarine Blossom and Honey 这个系列呢,我还买过他们家的这种小瓶装 然后这个是我会带到工作上班的时候 大瓶呢就是放在家里,然后出门之前会喷 那这瓶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它整个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甜美两个字 今天呢也准备了试香纸 然后和大家一起喷一下,然后感受一下 前调呢是黑醋粒和柑橘草 有一点微微酸的感觉 当时我第一次闻到这瓶香水是在一个飞机上面 然后有一个空姐呢,她会从我的身边经过 每次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颗行走的水蜜桃在我身边走来走去 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味道好好闻呢 然后我就问问一下那个空姐,她喷的是什么香水 那这个香水我觉得是那种非常迷人的甜美的感觉 有一种这个人非常好接近 像一个穿了一个薄纱的白色连衣裙的女生 赤脚走在一个开满了新鲜的油桃的园子里面 树上结着满满的果实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蜜蜂在采蜜 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岁月静好,世外桃源的感觉 而且它的甜味呢也不是那种傻白甜的甜 而是有一些韵味在里面 让人非常的陶醉和流连忘返 它的中调呢,油桃和槐花的味道呢就释放出来了 后调呢还有香根草,还有熟了的桃子 以及一些蓝莓的果味 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清新甜美 那么今年第二瓶我喷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这个维果罗夫的flower bomb 正如它的名字所讲,它就是一个鲜花炸弹 可以看到它的瓶身呢也做的是这种特别可爱的手榴弹的一个感觉 而且它的瓶身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可爱 有一种那种粉色的宝石的感觉 我们来喷一下 它的前调呢是佛手干、黑醋粒、白茶和香橙 然后一开始的话真的是感觉有一种鲜花在你的面前爆炸开来 中调呢有鸢尾花、兰花、玫瑰和茉莉 那这四种花香呢虽然是复合花香 但是它并没有觉得这个花香非常的廉价 而是那种层次感非常强 一层一层的仿佛你在一个花园里面你一枝一枝的采到了这些花 然后把它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花树 一开始呢它的这个给人的嗅感是非常的强烈的 但过几分钟呢它会变得柔和、甜美很多 真的我就觉得我现在这个房间里面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花海 然后我荡漾在其中 后调呢有广获香、舍香、还有香草 让它的香味更加的持久 这个香水呢它的层次非常的丰富 而且它每一层的这个设计把控的非常的精妙 最近呢我经常会把这个香水喷在被子上或者枕头上 然后入睡 因为它会给我一种非常舒缓、非常放松的感觉 真的感觉你盖了一层鲜花的被子在你的身上睡觉 而且这么着我会感觉我会做一个非常甜美的好梦 这款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入手的话 我会推荐你入这种比较小的便携妆 那这个斯福兰都有卖 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包里面然后直接用的 还有这种小瓶的 如果你要是觉得前面你非常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后面入一个比较大瓶的 讲了花香 我们就来换一个另外一种比较清爽一点的味道吧 这一瓶是我今年夏天非常非常常用的一瓶 就是这个范思哲的爱神爱纳斯香水 可见它的瓶声呢是非常的华丽高贵的 上面还有一个香了他们的这个头像的一个浮雕的一个感觉 让我们来喷一下试闻一下 每次喷这款香水呢我都觉得我是属于魅力四射的感觉 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你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的性感 前调呢是西西里柠檬和柑橘 还带了一点爽脆的覆盆梅和黑醋粒 那这两个味道呢给你带来双糖一般的甜蜜滋味 中调呢它的花香肆意开来 小苍蓝和木蓝呢又能很好的勾勒一个自信女性的形象 彰显十足魅力 橙花和茉莉呢又可以带来一点俏皮性感的感觉 后调呢是沉稳的摄香和广获香 又给这个香呢画上了一个非常庄严的一笔 这个香呢我当时闻到了真的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它是属于一款既可以斩男又可以斩女的香水 下面呢是第四瓶我今年的最爱的香水 可以看了我就基本上就快用空瓶了 只剩下一丢丢了 我们来喷一下闻一下 这瓶香水呢和前面三瓶香水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吧 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知性一个女生的感觉 特别特别适合上班通勤的时候使用 这款呢香调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唯美 不会过于的浓烈 属于慢慢上来给人一种惊喜的感觉吧 那它的前调呢有香豌豆和佛手干 中调呢有天竺葵叶小苍蓝 后调呢就是大马士哥玫瑰和千叶玫瑰 带一点广获香的味道 而且它这个瓶身设计的我觉得特别的优雅 就是完全是Burberry的风格 上面是有一颗这个戴帽的一个盖 这个瓶身做真的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高颜值 下面一瓶香水呢 又是和前面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是属于那种甜甜的糖果女孩 就是这一瓶Prada的Candy 当时我会觉得它这个壮色的设计 黑色配粉色配橘色 非常的俏皮 然后非常的年轻活泼的感觉 它的香味呢是属于那种甜甜的奶糖焦糖的味道 它的前调呢就是焦糖了 我觉得这些瓶非常适合冬天喷的香水 有一种你坐在火炉旁边 听着里面的柴火劈啪作响 然后你一个人慵懒的躺在沙发上面 盖着一个厚厚的毯子 手里呢还拿着一杯焦糖拿铁 然后特别甜蜜特别幸福的一个味道 中调呢就是香草和太妃糖 后调呢就是摄香和安息香纸 这一瓶呢它虽然是甜甜的糖果香 但它又不是那种非常普通的糖果 是那种比较独特的味道 那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适合现在 就是快要入冬的这个季节喷 它的流香时间也蛮久的 然后整个我就觉得特别的可爱 然后可以看到我现在也用了蛮多的 刚才说的几款香水呢 我觉得流香时间都还蛮久的 那么现在呢就是今年我最爱的香水里面的第六名 其实第六名选的时候还是蛮难的嘛 因为就是我喜欢的香味真的还挺多的 但是呢这一瓶呢不得不说 是我2021年真的是蛮喜欢的一瓶香水 这瓶香水真的是一直以来都褒贬不一 很多人对这个香水的评价 就是这个香水非常的渣 但是我是非常喜欢这瓶香水 这就是外来小的黑鸦片 可以看到它的瓶身呢是全黑的 特别的酷特别的潇洒 给人一种不好接近的感觉 但是它的味道呢却又是那种甜甜的 奶油化米糖的味道 那我们来喷一下 甜调呢是粉红胡椒 黑醋粒和一些橙花 还有一点点梨的果味 那粉红胡椒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胡椒 它的味道呢有一点类似于百香果和醋粒 就是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感觉 它这个甜味非常的高 那中调呢就是咖啡茉莉杏仁还有香草 这个香味真的是越闻越上头 我觉得这一款呢特别适合那种个性十足的酷点儿去喷 而且非常适合就是聚会啊 然后姐妹们一起去酒吧的时候喷 这个香水在我的这个印象里 是适合那种特别喜欢穿那种 机车夹克 然后喜欢骑摩托上街的那种女生 就喷到这种香水 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好酷啊 这款香水呢我觉得它并不是那种非常廉价的风尘感 而是给人一种非常妩媚特别性感的一个感觉 这种品香水呢就是我今年的年度最爱了 其实今年呢我还是录了一些新的香水 但是没有喷那么久 所以我也不能确定能不能把它们画进我的年度最爱 但是呢这个系列呢还是会和大家持续更新的 后续呢也会出我今年年度最爱的一些彩妆还有护肤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时间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